京东物流2618 作走高至14.82元报收 升0.62元 或4.37% 表现在国子成份股中虽不算突出 因其现价以其于多条重要平均线之上 加上市场看好集团本周五 18日 公布的第三季业绩 或有惊喜 都可望成为该股进一步做好的借口 故不妨加以留意 京东物流主要在内地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 及物流服务 主力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涵盖快速消费品 服装 家电及家具 汽车及生鲜等行业 截至今年6月30日指上半年度业绩 京东物流6得股东应占亏损收窄至14.62亿元 人民币 下同 整体毛利增长1.1倍至36.35亿元 毛利率上升2.5个百分点至6.2% 集团较早前公布 户位附属德邦物流 603,056 SS 9月指第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80.15亿元 按年增加4.5% 绿德归属股东净利润2.56亿元 增长20.2倍 每股收益25分 今年首三季度 累计营业收入228.17亿元 增加1.1% 绿德淨利润3.51亿元 增长11.6倍 每股收益35分 值得一提的事 集团是于今年7月26日 完成收购德邦控股超过50%股权 以后这合共持有德邦物流 以发行股本约66.5% 野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京东物流第三季收入 料增长37% 超出市场增长33%的预期 主要受到与货运物流商 德邦完成合拼所带动 由于零售需求复甦放缓 野村将2022至2023年收入预测 分别削减2% 目标价从20元 港元 夏同 降至18元 即较现价上有約21%的上升空间 评级维持买入 趁股价走势改善跟进 上望目标为8月初以来阻力位的17.4元 为失守50天线的13.77元 原则只蝕 原则只蝕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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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